在这个图它是一个圆圈 它的 center 是在 O 然后它的 point C 是在它的那个 circumference 它的那个圆形的边 然后它告诉我 A C 加 B C 是一把 然后 the length of the diameter is adjusted accordingly 它告诉你 B C 是 X 然后它的 area 是 L 它要我们找 D L D X 好 so 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九十度 然后我知道我的 A C 加 B C 会是等于一百 然后我的 B C 是 X 所以我的 A C 加 X 等于一百 所以我的 A C 等于一百 减 X 所以这一边是一百减 X 所以它现在要找的是它的那个 area 也就是它 Loss OK 直角三角形嘛 二分之一乘底层高啊 二分之一 一百减 X 乘 X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 二分之一 X 乘这个 它就会变成五十 X 减二分之一 X 块 五十 X 减二分之一 X 块 然后 Maximum area D 2 L D X 块的时候 它是减一 肯定不是 Maximum 买了啦 它小过零嘛 所以它是 Max 嘛 放任何号码进去 你找到的那个 D L D X 等于零的时候 然后 50 减 X 等于零 我的 X 等于50 然后我的 D 2 L D X 块 当 X 等于50 等于减一 然后它小过零 所以它是 Max 的 OK Maxum Area OK 它要的是 Maximum Area OK 所以我的 A 在这边解决了 B 我的 Maximum Area 我的 L 它的 X 等于50 L 就会是 50 乘50 减二分之一 50的Square 525 1250 CmSquare 所以它的答案是1250 CmSquare 就是这样 OK 它其实是50的Square 减掉这个50的Square CmSquare 650 对 所以它答案是1250 好就是这样